那他班級都停課14天 这个当然是我觉得说 如果是停課的话 当然其他用补课或远距教学 那就跟昨天的教育局通知松山 那明星国中一样 现在就搞了家长很乱 他昨天是晚上来通知 然后说现在是要临时 停课 所以请家里面准备好 相关的电脑设备 包括这些视讯教学准备好 又有人家长跟我反映说 今天是生不出来要怎么用 就变成今天没法上课 特别是那个匡列够不够 文山区的部分 他现在匡列就这样 就说老师教过了班级 才那个才停课 那那老师的家庭 没有匡啊 没有匡 现在就会变成一个问题 是变成有破口 那学生停课 学生下课的时候 会不会跟其他的学生接触 所以我不能双重标准 你在松山的部分 昨天松山的明星国中 他是学校今天停课一天 那文山的部分 他只有老师教过的班级停课而已 那老师家庭的那一端呢 他的家人观呢 没有控管道啊 那其他的老师没有教到的 其他的班级变成没有 学生在校不会有接触吗 那你让接触的接触 这一些怎么办 就是说第一层 当然你学老师跟工人有接触 那老师教的学生直接停了 没有问题 那你第二圈呢 这些就说你没有停课 没关系 那未来PC啊 你要不要去筛出来 刚才讨论说 这些如何去做控管 所以台北市现在的做法 就变成好像有点双重标准 他的标准是怎样 我觉得要统一 就说好你要匡列 那第二个你要去停课 停课是停班级而已 还是要全校停 这些当然影响很大 可是感觉台北市做一半 学校那部分停 那问题是老师那边 他的家庭那边的成员 就没有做到 这个要说清楚 如果你要匡的话 比如说老师的家庭 这些怎么做 不要让他变成有破口 那第二个 对学校匡 现在开学当然影响 相对的可以稍微小一点 还没有到考试的时候 可是学生的受教权要保障 就说怎么能要缩短 比如说昨天交易局 临时大概七八点才通知 我觉得对很多家长 是措手不及 应变不及 当然家长也愿意配合 可是现在防疫当前 如果把匡列拉到最大 严正以待 这是需要的 那第二个 对于学生的受教权要保障 就说远距教学的时候 不一定每个家庭 都可以做配合的时候 怎么办 但是受教权跟感染风险 可能也是要 要全衡 当然要 现在是以防疫为优先 全力配合 可能不要说 现在昨天是三个区 四个学校 爆出来 不要再继续扩散 所以我当然 我认为匡列 宁愿越大越好 然后把这个疫情控制下来 当然一定要从严认定 因为现在如果说 只是我们看到学校端停课 但问题是 那个可能感染风险的老师 他的家人 甚至他的小孩的学校端 有没有匡列了 刘院长 怎么看 我们看台北市 文山区这个部分 台北市的这个匡列 有没有出现漏洞 从这来看 我们还是担心 因为整个的环境的感染 也是要担心的部分 所以我们不要只说 他只有居住一个环境而已 可是他在诊栋里面 他可能会有传染性 那那个确诊工人 跟老师都去同一个诊所 那那个诊所 医护还有其他的病患 同时间出现在那个地方 也是高度风险 我们回想到说 在今年初有布陶事件 然后有布陶一个个案 是癌症的个案 后来到那个桃园南区里面 一家医院去看 在门诊而已 那停留时间 就因为这样传染给另外一个个案 那这样的时间 我们去看时间 也交错只有十几分钟 所以还是这边要提醒大家 这个诊所危险 这个危险就是说 因为他可能在环境当中 因为如果是 稍微打个喷嚏 或者手 环境上面摸来摸去 他的传染也会 涵盖在环境当中 我们所知道 无论是在病毒 在这个板子 或者桌子 或者是在一些 无锈缸 可能该存留两天的时间 所以这时候 为什么说 我们环境的倾销 非常重要 我们的消毒 手的消毒 非常的重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诊所里面 都已经存在 这个高风险里面 再来关心促转会 公布中正纪念堂的 转型方案 计划移除威权象征 蒋介石的铜像 这就引发蓝营的不满了 国民党的台北南港青工会 就在这个脸书上 就说反对 然后并且po出一张图 这张图什么图呢 上面是塔利班炸大佛 下面就说塔利班拆铜像 但是大佛跟这个铜像 可以类比吗 来瑞德哥 怎么看做这样的比喻 是表达他们蓝营的不满吗 但问题是比喻正确吗 如果你们那么在乎 这个蒋介石的铜像的话 那么我要请问你 蒋介石在后来啊 那么一生 尤其是到台湾来了以后 那么他所坚持的理念是什么 反共复国不是吗 他不是坚持反共复国吗 那为什么你们到现在 会沦落到这样的程度 有多少人变成舔共 有多少人 包括那些所谓的退降在内啊 那么国民党籍的退降在内啊 到中国去干了什么事情啊 那么你们心中还记得这个人啊 还记得这个所谓的 中国国民党的总裁吗 那不管你这个等于说 喜不喜欢承不承认 那么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里面呢 有他领导的一个地位 可是问题是 那么历史是很残酷的 历史也是很现实的 为什么呢 以前有人说是有权位的人 在写历史啊 那么在蒋介石当政的时候呢 你敢写这些吗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 尤其是在这个小蒋 老蒋过世的小蒋这个 长成了以后呢 台湾大幅度的增加 所谓的党外杂志还记得吗 我那边有几百本 我有计划的去收集 各式各样不懂的这个被查禁的 其中郑南龙的相关的这个周刊最多 那时候郑南龙很简单 前面都写一个 文哲由郑南龙负责 后来他这个殉道自焚以后呢 就换叶举兰写 文哲由叶举兰负责 也就是不要去抓里面的人了 算我的 那么事实上 有时候听起来很难过了 为什么呢 蒋介石啊 那么盖棺论定一个人的 这个等于说功过啊 他的功过是两个非常极端的 在很多的生难者 我看在黎山的一些果农啊 的家里面 甚至于有蒋介石的这个佛像 把他当作神明在拜 哦 这样子哦 对 把蒋介石当作神明在拜 当成神哦 对 没错 然后呢 可是你不要忘记 汤德璋 大家听这种 对吧 汤德璋 然后呢 包括我们嘉义 著名的这个画家 对不对 有好多人好多人啊 在228也好 在白色恐怖事件也好 蒋介石是筷子手 这对他们一辈子 对他们的伤害 那是无以复加的 永远没有办法平复的 你知道吗 呃 你知道 台湾人有一个228事件 那你知不知道外省人 也有一个228事件 澎湖事件 对 当时澎湖有一个青岛 他们从青岛撤退了以后呢 有位校长 然后带领了这些学生 到了澎湖来 就本来希望能够带到台湾来读书 结果全 这个年纪比较大的 全部被抓去 要当这个冲军就对了啦 然后这个校长啊 抗议了干什么 最后他被跟老师被枪决 押到台湾来枪决 台北市的好像是马场丁 还是哪里的枪决啊 然后呢 那些学生发表不同意见的学生 半夜被抓走 放在布袋里面 被这个军方直接弄到这个台湾海峡 全部丢进去 这就是叫做外省人的228 这些人对他们来讲 蒋介石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历史是公平的 也就是说各自的评价 但是你把这个蒋介石的同像 去跟塔利班炸掉 那个世界级的大佛 相提并论我是反对的 朱立伦特别去讲说什么 要把中山高速公路给废掉 对不对 那就是不轮不累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盖中山高速公路的执政党 是你们中国国民党啊 中山高速公路 请问它的全称叫什么 叫做中山高速公路吗 是台湾第一高速公路 国道一号请你搞清楚 另外一条国道二号 国道三号 包括现在我们说蒋渭水 这个高速公路 其实它叫国道五号 我们是用编号来写的 可是你现在却把这个 这个地方倒在倒入 然后把它这个东西相提并论 这是完全两回事 完全不能这个相提并论啊 对台湾好的部分 我们肯定 但是一个人不能因为你做了99件好事 然后呢 你做了一件杀人放火的事情 去毁人家庭的事情 然后要我原谅你所有一切 不可能啊 不可能的事情啊 我的老师里面也有 世心也好 也有这个所谓的政治受难者 也曾经被这个蒋介石 他们迫害过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知道 对他们来讲蒋介石是什么 蒋介石不是你们说的救世主 我再强调一遍 对有些人来讲 蒋介石是救世主 但是对一些被迫害人的来讲 尤其是台湾人来讲 他是筷子手 对 所以呢筷子手就不应该 这个坐在那个地方 但是你当然了 那个赵少康他们说 可以把它改成反共园区 我真的不知道 赵少康这个反共园区 这个idea是哪里来的 为什么 中国共产党现在还有人在讲反共吗 是啊 你知道当时蒋介石 那么为了要反共大陆 进国必成 反共必胜 所以他的爸爸给他一个单位 叫做中华民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啊 是 请问你一下 现在中华民国还有青年反共救国团吗 是啊 反共到哪里 没有啊 反共两个人是拿掉 拿掉了以后 还救什么国 救哪一个国家嘛 对 所以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 哎呀 他们认为说 蓝硬的人认为说 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去动中没有必要干什么嘛 你看那时候把大宗自政四个字拆掉 那时候阿扁他们把那种自由广场 对不对 连马云九也没有回到所谓的大宗自政啊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那就是历史 那就是事实 那就像228一样 为什么连马云九他们都必须要道歉 这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那是曾经走过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对的确 而且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历史 很多人都还是曾经经历过那段白色恐怖的时期 有多少人是死于非命 那这笔账要找谁算呢 那现在促转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 把中正堂里面的蒋介石的同像拆掉 蓝硬这些人无法接受 用这个千年大佛跟威权的同像来做对比 来正好可以这样比吗 那网络上马上就有人说了 所以拜蒋公是一种宗教信仰吗 那搬回自己的党部 拜你们要怎么拜 大家都没有意见 但问题是这个时候反对 再拿出这样的类比 还包括朱立仁说 那要不要拆中山高 要不要拆桃园机场 这两者能类比吗 当然了 第一个中山高桃园机场 这是有实质作用的 他不是单纯的精神象征 所以说这第一件事 当然完全不能类比 中山高台积电竹科桃园机场这些 他当然是到现在都在发挥他的经济作用 OK 所以我们应该比较诚恳的谈 就是精神信仰或权威信仰 来论精神信仰跟权威信仰 我有几件事情 一个是我亲身经历的状况 另外一个是最近发生的案例 我给大家分享 第一个大家可能会知道罗伯特 李将军是谁 他是南北战争 那时候南方的联合军的司令 然后南北战争结束之后 南方其实是支持叙奴的黑奴的 那北方那是相对开放的 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呢 当然北方获胜了 罗伯特李将军呢 他在南方被视为是英雄 然后呢也非常多的铜像 尤其是在维吉尼亚州市 因为维吉尼亚州 他是南方联邦的邦联的首都 有非常多的这个罗伯特李将军的铜像 跟我们讲过很像 然后每个人看到他都去瞻仰啊 等等的 然后也变成某种精神的象征 可是呢 在弗洛伊德事件 就是去年我们谈的 就是美国有黑人被警察射杀之后呢 维吉尼亚州开始大量的移除 这个罗伯特李将军的铜像 九月九号最大的一座被移除了 他们不希望因为这个铜像 造成社会伤痕的存在 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我亲身经历的 二零一一年 在台湾师范大学发生的状况 那个时候 我在台湾师范大学念硕士 台湾师范大学在那个时候 进校我们的时候 有个讲工的铜像 然后呢 当然了 因为铜像一定立的又高又直 那以前权威实在就是 我们要去瞻仰怡龙 然后他是一个权威的象征 那个时候呢 后来被人喷漆 我在念书的时候被喷漆 权威遗毒 然后呢 师大就开始讨论 这个案例 我觉得可以大家去思考 就是说这个讲工铜像 牵扯到很多人的情感 一部分人是对他非常非常厌恶的 228等等的 可是一部分人 你必须要讲包含蓝军 我们都得尊重 对他是有个信仰的 所以呢 最后师大结果是什么 我们必须尊重 他是一个历史文物的存在 也必须尊重 他是一个 一部分人喜欢的情感 一部分人反对的情感 后来师大决定 把他移置在学校的另外一个部分 都不要一进门 我就好像他是高高在上的神 然后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 我们全部都要对他瞻仰遗漏 然后我们都要服应于这个权威 后来师大决定把这个同样 移到校园的一个草坪下面 我还记得 然后呢 那进校园 原本那边就变成喷犬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个中生健康 其实你出场会去做这件事情 一定会让很多人心里不好受 我们要正视这个事实 我们先不谈这个事实是对或错 可是他在这边也让很多人心里不好受 所以说我觉得师大 还有罗伯特里将军 就维吉尼亚洲 这个案例可以给大家去参考 是一 你不要只顾及一部分人的感受 而不去顾及另外一部分人的感受 这个说法蓝绿接通 你摆在这边 对于很多本省家庭 是非常不能接受的 可是你硬把它拆掉 毁掉 推平 对于很多外省家庭 也是不能接受 我们台湾是个很特殊的社会 所以在这个案例之下 换个位置放 以师大来说 第一个 不要瞻仰这种权威的感觉 好像你看 我们去过中正健康 很高耸 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 然后有很大的讲话 以前就统一到慈福去 这也是一个选项 一个园区 两角园区 我是很平和在讨论台湾社会 因为我们台湾社会 一直面临到 以前要省级 现在是蓝绿 就这种撕裂的状况 你如果只兼顾 其中一方的心理状态的话 你这个撕裂会越来越重 所以我是很 就是怎么讲 我从以前谈这案例 我就是很 必须要 要顾及两边人的情感 对 顾及蓝营的情感 也顾及绿营的情感 也顾及本省情感 也顾及外省情感 是否以师大那个案例 来让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能够让台湾 抚平伤痕往前行 OK 好 郑浩的建议 这个中正堂内的蒋介石同像 如果换个地方放 不晓得蓝营的朋友 能不能接受 还说到时连移动的位置 都要发动 很激烈的抗争 就要请教民嫌了 最近国民党也成立一个战斗栏 显然就是要不停的战斗 那其实在这个前一段时间的 你们党主席的证监会 也是都有提到孙中山 也提到蒋经国 但是唯独好像也没有提到蒋介石 那现在这个中正堂 要怎么处理呢 你们是只捍卫这个同像 但是有没有去遵照 你们过去所谓蒋介石 他的反共精神 同像当然归同像 就是说同像并不代表说 只有他的精神价值 就是那一个同像 我刚刚正好讲得很好 很中信 其实历史归历史 历史就是尊重历史回归历史 你对蒋介石来讲 蓝军很多人认为蒋介石 就护台有功 守卫台湾 那你对很多民党人士都讲说 蒋介石杀人魔王 就像蓝绿就是完全是地球的两极 完全没有交集 其实到底有没有交集 大家都生活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防疫从去年到现在 大家还讲一个观念是什么 叫同岛一命 同州一命 结果遇到这种比较稍微就说 大家意识不一样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 从蓝军的角度来讲 就会把蒋介石的优点 那个奇大化 那对民党来讲 就把蒋介石的缺点奇大化 可不可以取一个中间词 老想对蒋介石来讲 历史界对他来讲 一定是有正面也有负面 就是功过并成 这应该是比较中性的讲法 那当然了 正好讲的没有错 对很多独派 很多本土人士 对蒋介石说 放在那里 譬如说我们现在叫中正纪念堂 很多民党人士不叫中正纪念堂 他说在当政廟嘛 就是这样讲 那没有当然说帝王林寝 类似这种模式 所以我今天看到自由时报 周景文也写一篇评论讲说 你现在与其说你要动他要拆他 那不如说改变他的形式 那减少的纷争会比较少 譬如说你警卫在那边 不是警卫 那是宪兵站岗 站岗的仪式你调整嘛 你把它改到那个门口外面 譬如说那个牌楼那边嘛 就是说把整个 整个变成一个公园的一个模式 而不是说守护地 就是说在那边交接 变成感觉说有一个互灵的那种感觉嘛 如果说把它移动位置呢 来人朋友会不会也是事实抵抗 到时候可能会激烈抗争 我觉得这个去多元讨论 就是说你现在 我觉得我提醒执政党 你说你现在优先顺序是什么 来妹妹姐 我们说如果千年大幅跟一个威权的同像 要去做类比 那恐怕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 到时候的争议也会非常大 最大公约数不就是应该要朝野双方 特别是重量级的人物 大家是要非常诚恳的对历史怀抱 谦卑还原真相 同时抚平伤痕 为抚感情 寻求共识 不应该如此吗 可是请问一下 我不晓得国民党在做什么 第一 你们拿大佛来比一个 这个同像 不伦不类 那个是千年古迹 那是世界文明遗产 大佛是慈悲的象征 蒋介石有功有过 可是他确实手上沾了很多人的鲜血 确实在这片土地上 曾经有长达多少年的白色恐怖 确实有很多 因他而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大佛手上没有鲜血 那是人类共同的遗产 可是蒋介石的功与过 在台湾到今天 有历史的遗序 还在争论当中 还是有很多的人 他可能一辈子悲伤的记忆 还没有被抚平 你们拿这个来类比 对吗 第二 讲塔利班 罵民进党叫塔利班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我请问一下 第一 你知道这是对伊斯兰宗教 多么严重的侮辱吗 歧视吗 用谐音 塔利班 塔利班 这个是幽默吗 还是一种歧视 这叫纷扰 你问问住在这块土地上面 信奉伊斯兰教的台湾的居民 他们心中感觉如何 怎么一个坛堂的最大的在野党 会讲出这种不伦不类这种相名的酸言酸语 居然出自你们堂堂政党的口 第二号称最正常的叫正常论 为了一个党主席可以这么不正常吗 居然可以把国中这个桃园机场 把台积电的晶片 把这个高速公路 对中桃园 打来类比 说通通拆掉 请问你是在煽动仇恨吗 你是在制造这种割裂吗 你用这种极端的语言 完全不正常的语言 来拉拢深蓝的选票 只为了成就你未来的党主席的梦吗 他这么讲 是不是就没有打算跟你理性讨论了 不要嘛 他要的是政治红利嘛 如果你真的爱台湾 你怎么用这些语言来讲话呢 越刺激 越辛辣 越能够 笼络住 绑架住 深蓝的感情 他的党主席选举就会得利 可是伤痕是什么 伤痕是这块土地上面 永远有不同历史记忆的族群 要来共同来承受 请问这是一个负责任政治人物 该做的事吗 第三 我觉得明显是非常的平和 我也赞成 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这个土地上 有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的历史记忆 有不同的感情 那我们要好好谈之前 请台面上政治人物 先不要用这种割裂的仇恨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也请大家心平气而来想一想 一个我们首都的所在 最精华的地区 有一个像林寝寺的外观 然后高耸的铜像 还有卫兵 行礼如宜 每天 各位你会想到什么场景 我会想到什么你知道吗 我会想到北京天安门馆场前 那个躺在水晶馆里头的毛泽东 像不像 请问一下民主国家 谁来这一套 这不是个完全封建的象征吗 这不是独裁国家 威权国家才搞的这一套吗 你觉得还适合在21世界 台湾都已经民主化这么久了 适合吗 所以如果说你把这个铜像 真的我们尊重一部分人的感情 我们把它移到 两讲的铜像园区去 那大家很真诚来面对历史 那我们首都这一块 就不管说是有人提议 以前姚文志提议说 国会可以搬来这边 或者认为说它是一个民主的转型的一个纪念园区等等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我们留着历史建筑 可是这些威权的封建的仪序 你就算尊重感情 它不再是这样子仪式性的存在在这个地方 我相信这是现代文明国家 大家可以认同的 第三点 真的来想一想 我举南非为例 人家怎么走过种族隔离政策 他们曾经一个真相调查和解委员会 那大家还记得吗 其实当年南非让我非常感动的是 曾经他们的白人总统戴克拉克 后来当南非解除隔离政策的时候 他是当当年的政治犯 做了27年的老的曼德拉的副总统 黑白共治 不是吗 面对历史 真诚 然后一个新南非 可是我请问一下 现在呢 现在你看到的是 一边讲转型正义 我觉得这个要有更多的包容 来有更听到更多的声音 可是另外一边呢 他抱持着一个为了选举的利益 为了要生难的感情 结果用这种极端的语言来割裂 这对吗 那美国的刚刚正好讲的黑命贵运动 我告诉各位 他猜了一百多座的雕像 他不是李将军只是一个代表 他为什么被猜 因为黑命贵 佛洛伊德 他就是因为种族歧视 那当年李将军就南方联邦 他们是逊奴制的 所以他是一个最大的象征 他最大的雕像 六公尺多高 他是维基尼尼亚州的地标 被拆除了 不止这些 我告诉各位 他连华盛顿的雕像都要拆 他们国父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华盛顿本身逊奴 哥伦布的铜像要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哥伦布说 我把欧洲的文明带到这边来 你歧视北周